2018年12月18日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探索者维患能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 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维患能1942年4月出生于广西河池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宜州区平南乡何寨村村委会原主任 果座屯原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 宜山县三叉公社核债大队 当年的核债大队共有12个自然屯 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窗风吹到了核债 实行分田倒户后 村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但同时生产队被架空了 生产队长们也不再管理村屯里的事物 一时间村里治安乱 人心不齐 群众意见大 村里村外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 当时果座屯有六个生产队 维患能是队长之一 1980年1月15日 维患能把五个生产队的队长 召集到村口的老张树下商量 并提出建立新的管理组织架构 和领导班子来管理村子 队长们纷纷同意 但新的问题产生了 以前的生产队长由上级任命 新的领导班子怎么产生 为了能够让每位村民都幸福 六名生产队长决定召开 全村大会 新的领导班子需由村民自己选 1980年2月5日 维患能敲响了挂在老张树上的 半截铁轨 发出开会信号 全村125户每户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 当天恰逢虚日 全村125户人家 只有85户派代表参加会议 很多村民认为 盗会人数超过半数 这个会就可以继续下去 没有选票 村民们就用老人卷烟所用的烟纸来做选票 没有投票箱 村民就用竹子聚成的米桶代替票箱 1980年2月5日 维患能组织原核债大队果作团村民 冲破体制束缚 以无计名投票的形式 直接差额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 维患能 维彭武 维有权 维定禄 秦立宣五位当选第一任村委会干部 同时 维患能作为村委会主任 还带领果作村率先实行村民自治 并探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 如村规民约 选举方法 议事制度等 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立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何债村村委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这一做法 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村委会正式选举的样板 开创了中国村委会干部 差额选举的先河 维患能 作为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第一任主任 不仅引领农民 践行基层民主 也为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做出了重要探索 1982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公布 明确地把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确定为村民委员会 从此 这一涉及农村亿万农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改革 顺利在全国开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